一路忙著引導怕動線混亂 北市第十二輪 BNT預約名額不夠分 中央出手協調五個接種站 解決量能問題 因為我弟弟聽說 他排到桃園去 然後我就我姑姑幫我看 他就說剛好加開 然後就他幫我預約 然後就過來了 大概十點上去就一直卡著 然後十點零六分我才預約完 然後因為都沒有名額 然後我就幫公公跟我 就是改約在台北 所以後來只好加開 就改約在台北 雙北都有民眾約不到 看到加開馬上登記 新增五個點 中正紀念堂量能最大 由北中進駐負責 動員超過140位人力 24個點同步接種 連續五天預計打2.6萬劑 另外四站分別在交通部 衛福部 華山文創園區 以及台灣當代實驗場 跟我想像的北市花博完全不一樣 這叫做驚為天人 滿滿意得 哎呀 第二季也要預約這裡 接種順暢報道人也多 輝瑞藥廠新數據也顯示 五到十一歲小學生 保護效力打九成 反觀花博場地 要擔心是否為了混打 放棄AZ 如果你第十二期有預約 但是沒有去打的話 那從過去到現在的一個規則 就是剛剛就是第十三期的 沒有辦法再繼續打 第十三期因為還要再看我們的疫苗到的量 會劃分哪些要打第一劑 哪些要做這個混打 現在放棄第十二輪AZ 混打時間不一定會準時 萬一疫苗到貨量不夠 可能得等到第十四輪 想混打利弊要自己衡量 三立新王成偉 曾家宣 SNG小組 台北報導